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打這通電話來 就是廢話的話 那你就不要打 你首先你自己要打 是不是叫你打的嗎 嗯 不是嗎 嗯 嗆怎麼嗆 你知道電視台也有客服人員嗎 你心裡想了那些稀奇虎怪 對電視台的問題 通通都有人問過了 你以為電視台的客服只是 喂 你好 這麼簡單嗎 今天未來挖去你就找到 電視台的資深客服人員 要來跟我們聊聊電視台的客服日常 好 那我們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電視台的客服母女黨 婷婷跟小姐 哈囉 大家好 好 那我想問一個啊 像是電視台的客服啊 是不是其實就只是接接電話這麼簡單 接電話然後回答觀眾問題 一線電話進來 那通常就是我們這邊會處理 我們都先過濾 對 我們就是第一關 對 我們就是第一關 你一天接過最多多少電話 來來通吧 哇 直接把電話當作聊天室 太不寂寞了 他很想要找人對話 對 覺得有時候我都會覺得 我是在從事就是 普度眾生 電視台的張老師 對對對 就是覺得都在普度眾生啊 我們真的是都佛心來著 然後也有那種獨居老人啊 對 他會邀請你說 我家住在哪裡哪裡 啊就在某某去公所隔壁 歡迎來玩 對 你有空的話你可以來我家 來我家玩 對 老太太 這麼可怕 嗯 現在呢 如果說現在平均 現在 現在拜網路所賜啊 現在 基本上一天有十通就偷銷了 那你們就是通常有沒有 比方說一個SOP的處理 他們通常會問哪些問題 其實是不是你們應該已經 大家都已經知道 電視台的客服跟一般行業的客服 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們性質也不同嘛 基本上我們就是一些很簡單的一些問題 譬如一些播出時間啦 或者是通播時段啊 或者是一些活動的查詢啊 或是什麼等等 就這些比較簡單的 那如果你想要聽那種很專業客服的話 打信用卡公司就好了呀 很固定很制式的東西 但是我們並不是這樣子 還有一個也很好笑 講到這個也很好笑 對 就是打電話來 你要問 譬如說友台的節目 我說不好意思 這個是在另外一台播喔 你打錯電話了 喔 這樣很麻煩耶 那你幫我轉接過去就好了啊 差號台 我就想說 你有事嗎 我就告訴他 先生 這兩家不同的公司耶 請問怎麼轉 通常就是這些不同 頻道 你們會接到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焦溪的那個吧 焦溪的林先生 那是看韓劇 然後會打來問說 韓劇裡面的主題曲是什麼 然後問他是 二零幾年的韓劇這樣 然後一開始我以為他是 真的想知道 我就還幫他查 問到後面 他是問我說那個 DVD要去哪賣 我就跟他說這個 可能那我這邊沒有賣 你要去DVD行 問他就說 那你可以幫我查嗎 因為我家很窮 沒有網路 沒有辦法查 然後又說他住在很鄉下的地方 然後沒辦法 就是去買什麼的 大概糾結了 應該二十分鐘以上 最後他就自己很難過的 就是掛斷電話 所以他就是一直會問你說那 DVD到底去哪裡買 在哪裡買 掛掉電話後他還會再打個兩三頭 還在問要去哪裡買 就一樣的事 然後每個人的台詞都是一樣 就是我很窮 這個真的很那個耶 對 那還有什麼就是其他 就是你們接到 真的是覺得氣到火冒三丈有嗎 體育台有一個抽獎活動 規則都寫得蠻清楚的 對 就有觀眾打來說 為什麼還沒有公佈那個抽獎名單 我就說那個是每天晚上才會公佈的 他就是覺得說 那為什麼就是沒有公佈 他就一直在跟我糾結這個 掛完電話之後 他就又再打來說 還是沒有抽到我啊 我就說就是還沒有公佈啊 在體育台的那個粉絲團 下面趕快留言 就跟小編在那邊爭執 他剛剛好笑的 那還有沒有其他類 就是比方說體育類型 他們通常還有問過什麼 你覺得蠻扯的那種客服來電 我接過一通跨海電話 在香港還是在內地吧 想問能不能在當地收到 台灣電視台的一些訊號 我告訴他沒有 他就 哀嚎 哀嚎 因為他想要職棒遷堵 他必須要看到當天的賽事 他說那這樣子我怎麼堵 那我剛剛還有就是想像那種遷堵 有民眾會直接問說 欸你們主播就是讓他們那個欠 欠錯對還是什麼這種狀況 你看錯那個賽程表 怪在我們頭上說我們節目表錯 說主播可能降評也讓他誤以為 他賭的那一隊會贏 結果他他 他說了多少錢應該是不少 因為他打了四五通 就是一個狂說就是你們節目表錯 然後派我就是這樣子看錯 應該是他看到第四場的一些就是訊息 然後他簽在第五場上面 對 然後就怪在我們頭上 那這種這種也要怎麼回 就不用回啊 不用你他 對啊 太過世了 是他自己不理性的行為造成的 並不是我們逼他去賭的呀 那如果像那種他打四五通 可是他問的問題都說你們害的 那你們還要怎麼樣的理性回覆他 就謝謝啊 那我們謝謝他 也失控到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對 像剛剛講那種體育性質 那其他類型頻道 比方有沒有那種 民眾真的是很愛看某些節目 然後也是整天來問說 欸 你們怎麼沒播 有問過三集片 也有問過 達摩主師 就是他說他早上沒辦法看 下午也沒辦法看 可不可以晚上播給他看 而且他還有只晚上九點 對 這種你們會就是轉達給節目部嗎 會啊 我們還是會記錄下來 有的觀眾他真的把電視台當做KTV 他居然打電話來說 我昨天沒有看到什麼什麼節目 對 我等一下四點有空 你等一下就幫我播 就是當KTV有沒有插播 我幫我點播一首 來賓請點播一首 對 當我這裡卡拉OK嗎 真的是夠 我還眼翻到 翻到又快抽筋了 還不回來 那除了這種可怕 就是有沒有 你們遇到的 來電視那種很溫馨感人的 有一個櫻桃阿姨 她很常打電話來 然後她也都會固定問某一些節目 太好奇了 所以我就問了一下原因是什麼 她家裡的長輩非常喜歡 我們某一些系列的節目 每個月都會固定幫她做查詢 然後告訴她 妳就照這個時間看 我了解了之後就變成 她打電話來 我們就變成 互動就會越來越好 然後妳就會彼此寒暄 後來的每年過年 她都會寄櫻桃給我 有一年 對 好感人喔 就是她送到公司來 私底下後來都還是有保持聯繫 從電話那一端變成朋友 對 脾氣要很好的 沒有 脾氣要暴躁 我們脾氣都不好阿 對 是不是說做了這克服的工作之後 整個更修身養性 會嗎 不會阿 整個更暴躁 不能夠在電話的那一端暴露 或是對觀眾不禮貌 其實這是一個很基本的禮貌吧 我們不希望觀眾對我們不禮貌 同樣的我們也不能夠對觀眾不禮貌 這就是妳的工作 就是其實得幫第一線顧一下公司的門面 當然這是公司的形象阿 跟形象也有關係 跟公司的形象也有關係 但是掛電話那一刻才可以暴躁 掛完電話馬上整個會劈啪開始 發現一下情緒 當客服就是 做客服不容易 人客做客服也都不是人 對 我們也需要有出口 對啊 變成掛完電話之後 才是你們真正的出口了 對對對 造完口液之後 就要趕快遮流花 會不會現在蓮花已經跌很高了 對啊都已經快可以當批發了 沒有真的妳自己那一個尺沒有拿捏好 妳真的回衝了 有啊 真的